我們現在在哪裡? 世界文化一城 哪裡? 紀錄城 紀錄 裡面有雞嗎? 沒有 Let's go to check it out I found a dream that I can speak to I found a dream that I can speak to I found a dream that I can speak to 紀錄城坐落於日本兵庫縣紀錄寺 是該市主體象徵 外牆白色又稱為白鹿城 它為日本最具象徵意義 且保留最為完整的城堡 紀錄城不僅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國保 及國家特別史基 也是日本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紀錄城與熊本城、松本城合成為日本三大名城 由於其保持度較完美 也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現在也請大家跟著我們的腳步 來趟Walk Tour 來路程 大人要一千塊 小孩子三百 開放時間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在買完票之後就跟著這些導遊進入 在門口集合完畢 導遊就不斷催我們往前 隨即就看到這紀錄城的大門 火堡紀錄城 進入大門後是一個大廣場 大家會在這照相 在拍完照之後就繼續往上 攻城 攻城攻城 這一路上就是這麼陡的上坡 螢幕前面的你應該感到慶幸 不需這樣爬 就可以看到紀錄城內部美景 由城門到天守閣的通道 有如迷宮般錯綜複雜 又上又下 又彎又窄 無法直接碰到天守閣 如此可以在道路中突擊或是夾到攻擊 越走上去 紀錄城也就越從小變大 有到過日本的朋友一定感受得出來 他比其他城美多了 這還蠻矮的 要彎下來才過得了 建築體上的日本獨特白灰漿 同時具備防火、防彈和美觀功能 城門眾多 且有些狹窄到 一次只能有一個人經過 終於走到天守閣入口了 咱們再加把劑 我們在門口 虛幻上拖鞋才能進入 把鞋子放進去 把鞋子放進去 OK GO 我們現在在地階 地下室的感覺 然後總共有六層 紀錄城 總共有六層 走吧 這個是入門進來的地方 剛剛那個是洗手槽 那為什麼還有洗手槽 因為有廁所 剛剛洗手槽的另外一側是廁所 在那邊 以前的馬桶是這樣子 一樣的馬桶是這個樣子 所以廁所出來 本來就是要洗手 洗手完再往上樓 這個樓梯 感覺蠻陡的 上面風蠻大的 蠻涼的 你看你的頭髮這樣 一直往後吹 這是一定要的 這是一定要的 我就跟你說 所有的城堡 所有的有錢人的座槍 一定是經過設計的 這個都是有那個綠建築的概念 綠建築 現在已經來到 一樓了 一樓部分呢 主要是有列出 這個叫做 六列釘眼 就是 因為這個都是木造的建築 所以他把它 整個交接處要釘下來 釘起來的時候 可能有鋼釘那些比較醜 所以他會用一個黑色的東西 把它隱藏住 就是這個樣子 稍微裝飾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片燕子 這是釘子 把它隱藏住 所以叫做 六葉釘眼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靠近城牆的 有一個 石落 射箭 射箭 哦 它是在監視敵的 然後射箭把石頭 擠落丟下去的 有特別 這個東西有沒有 這現在已經鎖住了 這邊鎖住 他一把這東西 打開 然後 從劍 瞄準 從這下面這樣射出去 或者從這邊丟石頭下去 就所謂的 死落 攻擊敵人用的 來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樓梯真的非常的抖 我覺得這個 如果是 60歲以上的 朋友來爬 可能會有點費力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 二樓 大概有這些東西 出格子 有什麼 過 空間 武具庫 放 放武器了嗎 對 然後武具掛 掛武器 掛武器 他有另外一個 武則隱 就是 給人躲在那裡 武士 武士的暗示 這是一個武士的暗示 看一下 武士 日本武士 拿的武士刀的都藏在這裡嗎 OMG OMG 還蠻大 還蠻 小小一個 沒有很大 這很小 躲在這裡面幹嘛 我也搞不太多 現在我們已經爬到 第四樓了 還剩兩樓 就到頂樓 這樓有什麼 有所謂的 十八孔 還有一個 高窗 海煙窗 來高窗 很高喔 那麼高的地方 很高 很高的窗戶 這應該是窗戶的意思 高窗 他用意是給煙拔出 海煙 海煙的 終於來到五樓了 這裡只有介紹 兩個東西 一個是西大柱 他是方形的 另外一個是東大柱 他是圓形的 圓柱 終於來到最頂樓 的第六樓 第六樓裡面只有介紹兩個東西 一個是 房地 神社 另外一個是 幻之創 我們來去看一下吧 記錄成頂樓設置 行不明神 的神社 傳說中 二刀流 公本武藏 在這頂樓 正守治遙 最後 行不明神 正與武藏 寶刀 香義弘 作為打謝 另外 頂樓也可眺望整個 紀錄式的街道美景 這櫻花開始 更是不得了 好啦 我們影片即將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點選下方連結 裡面有更多我們的影片 可以觀賞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拜拜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紀錄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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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勿在记录层上空飞行无人驾驶飞机 我们此次飞行是以近区外围、洪框部分一切符合法令 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